怎麼一戴這種東西就感覺自己像色情主播啊 好吧 就這樣吧 不管 哈囉寶寶們 歡迎來到今天的視頻 當你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你就應該意識到這是一期推廣的視頻 今天的金主呢是 今天的金主呢是豌豆公主 先不要著急說什麼 我知道你們肯定要說什麼豌豆公主學習B站之類的 我也看到了我很多喜歡的博主他們做的豌豆公主的推廣 我今天想做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找了很多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朋友 然後幫大家解決一些一直對日本啊 和日本護膚美妝這一塊有一些疑慮和問題 那第二趴呢我會做一個豌豆公主的海桃的一個開箱 你們知道我最近要出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一些非常貴的產品的評測嘛 那我基本上就是打開豌豆公主的APP 把價格由高到低排列 然後買最前面幾個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今天堅持的看下去好嗎 那我其實前一段時間呢有在微博上 問你們有什麼感興趣的對日本有關的問題 我也受到很多的反饋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起看一看 在日本生活過的人 對這些問題是怎麼回答的好嗎 今天找了兩個現在就在日本的朋友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去回答一些問題 那先請我的兩位朋友給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 我不知道我讀對不對 就是COSME這樣一個有關於護膚美妝的一個排行榜 我想問這個排行榜 在中國很流行 但是在日本也一樣的有說服力嗎 來聽聽他們是怎麼回答的 這個排行榜其實還挺有名的 是真的挺有名的 然後在日本的話 它影響力也是非常廣的 它的名字叫アトコスメ 就是專門賣那個日本這個COSME的那個排行榜裡面的東西 然後如果是經常關注這個榜單的話 然後也喜歡就是日裝的一些人的話 你來如果有機會來日本你可以直接去這個店鋪的 然後裡面的東西都很全 然後你都能買得到 我們班同學都會看上面買東西啊 包括我自己也會 因為它上面都是日本就是網友投票啊 然後性價比各方面來選出來的 包括我今天我沒有攝影課 然後我自己就用上面面膜說排名第一的那種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真的很好用 然後很便宜 滑下來一片四來六塊人民幣吧 然後我覺得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嗎 我覺得很好 還是好有說服力 好的 那這兩個人的答案都是很一致的 這個排行榜呢 在日本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大家也會參考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排行榜 有關注過這些排行榜上的一些護膚品和美妝品的話 你可以繼續的去從裡面挑選你心仪的產品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我還有個問題想要問你們 就是說有很多人說日本的護膚美妝品有國際版和本土版的差別 你們有聽說過這個說法嗎 我有聽說過有聽說過這個國際版和日本版的話 確實是有區別的 有看過很多人的repo就是說過那個 其中有一個就很有名的就是大家都會買的那個神仙水的國際版和日本版 然後它那個水就是說大家有國際版的那個水它有點透明 然後日本版的那個水呢 它是就是有點淡黃色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會有點區別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個人的觀點 就是因為你生產的地方不一樣的話 比如說然後國家不一樣的話 然後每個國家那個生產的標準也是不一樣的 就比如說這個國家 比如說我這個成分它是不允許添加的 那可能這個成分不能添加 然後它所以它出的那個各個版本的話 它可能也會有相對的一些不同 神仙水就是因為有些人就是會在那邊講 就是說說裝櫃版和那個藥妝店版 因為大家知道就是如果來買過的應該知道 藥妝店的那個神仙水它是一般如果你就是去松本青的話 就是日本一個很有名的藥妝店 就是連鎖店非常多的松本青 那個藥妝店的話你去買神仙水是可以大30%的 然後有的人就說那個裝櫃版的神仙水和那個松本青版的神仙水是有差別的 然後是完全不一樣的之類之類的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就我看來我覺得是沒有差別的 第一它都是就是就是賣給就是比如說你在日本生產的話 都是賣的這個產品的話它不可能有兩個生產線 而且就是這個賣的這個SK2的話 然後他們到櫃姐都是流動的 然後也是同樣的一個公司 之所以我覺得那個藥妝店 因為我有在藥妝店打工過 我知道就是藥妝店的那個神仙水 然後它便宜比那個專櫃的那個便宜 它有一個成本在你想嗎 就比如說專櫃的話它會去在百貨店 百貨店裡面的成本本來是高的 然後說版本的問題 版本是有差的 因為我之前用SK2在日本商場 跟我在機場買的就有很大的區別 就是味道會有 就是我本質能感覺到味道是有差的 包括在日本的那個藥妝店跟商場 它的價格都會差很多 有百分之三十的價格的差別嘛 如果你真到日本來旅遊的話 那你肯定是要選擇在商場買的 那天下不可能有免費的午餐 為什麼它那邊會便宜百分之三十 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有問過日本導購 他說是藥妝店 因為有大量的拿貨 所以說會有折扣這樣子 但我覺得寧願多花一個幾百塊錢 買一個真正對自己用起來更好的 也會好一點的 那這個問題呢 我這兩個朋友就一點點分歧了 那我來說一下我自己的一個感受 就是其實很多化妝品和護膚品 它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生產線的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神仙水 都是日本本土產的 那可能說這個P4和那個P4有差別 或者說藥妝店的日期 是不是沒有專櫃那麼新鮮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了 當然了 美妝護膚品其實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覺得 日本專櫃買的東西是最好的話 那你也別差了一點錢 就買一個好一點的產品 買一個你覺得好一點的產品 這樣也心安理得一點 對不對 那接下來一個問題 那邊燈滅了 哎燈沒電了 算了沒關係 我就用這一個燈 大家不要介意好不好 因為我今天上午 有去做一場直播活動幫一個品牌 然後也有見一個藝人 所以那個燈就拿出去用了 他今天 他現在就沒有電了 那接下來一個問題是 我們知道在中國 有很多流行的日本的品牌和產品 那這些東西在日本 真的有人在用嗎 教素 大眼霜 黃金棒 REFA 還有什麼照射美容仪嗎 教素其實是很 一個很普遍的一個東西 在日本 大家都在用的 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都在吃的 就是很日常的一個東西 然後像大眼霜5秒挺受過 不好意思 黃金棒來講的話 黃金棒我覺得應該 是國內比日本更有名一些吧 假貨也很多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要小心去正規渠道買正品 REFA那個美容仪還是挺好用的 這個我有用過 然後它推在臉上也挺舒服的 而且在日本也確實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肯定是流行的 就是那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會推上去呢 如果你們可以在印字上搜一下看看 黃金棒或者REFA 那很多日本人還會曬單的 就像肯定沒有中國人買的多嘛 這些東西在日本本身也是很流行的 那其實我自己有關注到 尤其是一些比較便宜的一些護膚美妝品 其實你在中國買的多的 不一定在日本也買的多 因為日本這種同類型產品 有選擇的太多了 它們有各種各樣的藥妝店 裡面有各種各樣的開架產品 所以這個倒是不一定的 而那些比較高端比較貴的產品呢 那它火起來一定是先在日本有人在使用 大家很喜歡然後才火到中國的 是這樣一個順序 所以如果你比較喜歡這些黑科技的美容仪的話 你還是可以繼續嘗試的 這些東西在日本也是很流行的好嗎 然後接下來一個問題 是我比較私心問的啊 這個問題其實我已經問過很多人了 大家答案出奇的一致可能會出乎你的意料喔 我問的問題是你聽說過《極樂淨土》嗎 《極樂淨土》我沒有聽說過 昨天剛看過 我只看過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原版 然後是被我室友看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還有另外一個版本 《守望仙峰》裡面那個《原室》 天啊那個版本 給你避棄了 其實很奇怪啊 日本這些人對《極樂淨土》 那人是誰都不認識 我覺得《極樂淨土》在中國這麼火 有你的一份力量 但是在日本真的沒有那麼的流行 然後接下來一個問題是 有人說啊 日本女孩對化妝特別特別的痴迷 從很小就開始化妝 每天都要化妝 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是藝術類的學校 我們班女生都是必須每天帶妝出來的 而且她們的素顏前和素顏後差別真的非常大 感覺她們高中生都開始化妝了吧 反正我在路上是沒有看到不化妝女生出來的 不能說痴迷 不能講痴迷 我覺得這種已經變成一種習慣和文化 也不算是文化 就是一種日常了 就是比如說化妝 這件事情在日本人的眼中 它是一個很日常的一個事情 就像我們每天出門你要洗點的感覺 如果不化妝的話是不能出門的 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 日本的一個美妝產業其實是非常非常發達的 相應的它美妝產品的選項也特別特別多 為什麼這麼發達 因為在日本啊 女性化妝的一個普及率非常非常高 而且從小到大一直都在使用美妝產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美妝品牌是特別特別多的 然後接下來一個問題是 很多啊 很多日本女生啊天氣很冷的時候在穿裙子 你們真的不冷嗎 這個我有和一些日本女生一起玩過在上海 然後他們也真的是這樣 我已經穿了很厚的秋褲 就真的是穿裙子 所以我也想聽聽他們怎麼說 很冷啊 可是他們再冷也要美啊 我覺得美比什麼都重要吧 然後冷就冷呗 又冬不冷 我覺得大家不要效仿是很冷 然後他們就是也有很多人就是穿這個裙子 第一個是漂亮 第二個是也是有一些 然後能就是幫助他們 讓他們不覺得這麼冷 接下來就是一個可能是比較有爭議的問題了 是就你們一直在關注的那個輻射的問題 感覺目前為止我身邊沒有感覺到任何有什麼變化 嗯 因為我們真的離那邊還是蠻遠的 嗯 如果反正對我們的生活目前還是沒有造成什麼任何影響 包括化妝品之類的 在這裡要跟大家闢謠一下 第一它是真的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然後對生活的影響 現在是對於我來說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任何任何的影響 我問了四個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人 有本土的 然後有有中國去日本工作的 然後有外國去日本工作的 四個人各種各樣都有 各種年紀各種性別 各種性別 然後他們都沒有關注到這個事情 他們知道這個事 但是他們不覺得這個事情對他們生活有什麼影響 反倒是很多人在我的微博上跟我說 傑斯啊你知道日本出了核輻社嗎 你不要再買日本的產品了 你不要再用了 這個我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這個問題很容易引起爭議 所以我問了我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當然如果你真的覺得我不放心 我不高興再用日本的產品的話 那沒關係啊 你隨便啊 你就可以把你的神仙水倒掉 不要用 都沒有關係 你自己開心放心 才是你最好的一個狀態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不相信也沒有關係好嗎 那今天真的超級感謝我這兩個朋友能來出鏡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請大家對他們好一點 不要對他們惡語相向好嗎 好就這些了 謝謝 那目前就這些了 然後希望能給你有一些比較好的建議或怎麼樣 謝謝大家 他好可愛啊有沒有 那也謝謝你們能來我的頻道 謝謝你們 然後我現在就去拿會計囉 很早就收到了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打開 這是豌豆公主的箱子 請讓我吐槽一下 很像猛牛對不對 重要的是這個東西真的是日本直郵過來的 因為我買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他分了兩批從他們的辦公室又寄過來 那有一部分是他們贊助的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我們先去打開來看一下 這三片是花旗的蜂蜜特潤緊緻面膜 每一片是183塊 這個是戴科的非凡精華粉霜 色號是401象牙白 價格是1461 這個是我一直想試的 那其實你們知道隔離霜是沒有隔離的作用的 沒有隔離彩妝輻射什麼粉塵是沒有這些作用的 但是這款隔離霜是標榜可以有這樣的效果的 這個叫資深堂的世界之初FWB 我想試一下這個 這是CPP的水磨精華 奧爾濱的活力靜潤保濕滲透乳液二號 奧爾濱藥用健康水 CPP的鑽石光感妝前隔離乳 價格是436 這麼一项隔離436 真的好貴 我本人是真的不建議你們用這麼貴的一個化妝品 但是如果我不做博主的話 我是不會買這麼貴的東西去用 所以是在浪費錢 像之美的一個粉餅 這個價格應該是840多 將近1000塊這個粉餅 這麼小一點 CPB的一個眼線膏 點的價格有將近500塊 我在幹嘛 這個是櫻浮沙的四色柔妝修飾彩盤修容 我的媽 這個價格也要500塊 這麼小一點 這東西我要崩潰了 我真的分享不完 CPB的液用乳液我就不打開了 價格是850塊 潤潤粉霜最白4號價格是860塊 這個是 你們打開看一下 嗯 呃 呃 啥那個 是Po and Joe 是這麼古的吧 唐瓷隔離霜 然後這個也要400多一點 蘇庫自然原色腮紅 4號分別是花茶汁和柔光灰 每一個的價格都是500塊錢 480所以那500塊 蘇庫的自然平衡三色眉粉 呃 台綠色系價格是500塊 我現在說實在了 我已經很少的面膜貼了 那我跟面膜貼的要求越來越高 這個是叫什麼 肉天藍的嗎 果凍面膜啊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你可以試一下 啊你為什麼要包這麼多層啊 救命啊 這個是用來做一個面部清潔的 一個碳酸的噴霧 那這個可能要2000多 將近3000塊我不太記得了 等我出視頻的時候 我會詳細的給你們介紹一下 好嗎 現在我一些東西沒給我 比如說那個吉利斯多的一些東西 還有RMS的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 一些日本的一個小玩意 那等到我出這些視頻的時候 會陸陸續續的告訴你們好嗎 然後接下來我要開始念廣告詞了 廣告詞在哪裡 有時候買東西啊 你既然已經花錢買這個東西了 你就不要再差那10塊20塊的 去那個價格 哎我這個東西在這買便宜10塊錢呢 但是你真的要買一些正品好用的東西 你我其實覺得中國的消費者 受假貨的塗害已經很久很久了 所以孟主找了這麼多人做渡光 從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他們家公司還是比較有實力的 而且他的東西都是從日本直播過來的 我相信他們東西都是正品 日本的日貨海 他號稱是最懂日本的日貨海桃平台 那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特別冷門的產品 他其實都有的賣的 那 那 現在就像兩萬多公主呢 你可以獲得新人的150元券 輸入我的命令呢 我的命令是什麼 輸入我的命令傑斯呢 你可以獲得 199-30塊的一個優惠活動 所以你可以去買一個小小的玩意 比如說面膜啊洗面奶啊等等 然後就可以剪30塊還是很便宜的 去我的微博街斯特達呢 會有一些轉發抽獎的活動 獎品是花王的眼罩 核心概念 碳酸面膜 好了 廣告子念完了就是這樣 那 超級感謝你們今天花這麼多時間來看我做這麼一個視頻 像這種自營品牌 他們東西都是正品 利潤真的沒有你想像的那麼高 那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多多支持豌豆公主 就算你不想買日本的東西 你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 你也不要惡語相向好嗎 因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而且豌豆公主 現在已經算是一個 我覺得已經算是日本海桃公做的很棒的了 他們已經融資融到B輪了你知道嗎 B輪融了2600萬美元 什麼概念 你知道去年到包括今年 都是資本非常非常冷淡的一年 他們能拿到這樣的一個融資 就表明他們公司是真的是很有實力的 所以 請你們能夠支持這樣一個新興的一個公司 也請你們能夠多多支持我的視頻 記得去我的微博參加活動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囉 拜拜 對了記得告訴我 你們想看什麼貴價的東西的一個評測 我所有貴價的東西都坐在這邊 都會評測那個1400塊錢的粉霜嗎 我自己還蠻感興趣的